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是2021年5月3日 星期一 新的一周 同时也是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头军在这里为各位看官 筛选出了下面这几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事 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分别给大家介绍 并分析他们的影响 还没有订阅的看官 抓紧点击下方订阅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美股市场上 任何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了 第一条新闻是 彭博社称 股票回购推动的去股权化 10年来首次发生逆转 这可能是股市转向的信号 第二条新闻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木头节上周五 又抄了哪家公司的底 在此之前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今天三大股指涨跌户线 其中岛熊斯指数上涨了238点 涨幅0.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最多 下跌了627点 跌幅为0.48% 标普500指数居中 小幅上涨了11点 涨幅为0.27% 可见板块轮动的趋势 依然还在持续 从各个板块上来看 今天涨幅较大的 是能源、材料、医疗和工业 等传统板块 都有1%左右的涨幅 而跌幅最大的 是非必需消费品 以及房地产板块 都跌超了0.5% 第一则新闻 彭博社称 去股权化的长期趋势 正在逆转 股市可能转向 今天彭博社发表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注意 数据显示 长期的去股权化趋势 正在发生逆转 10年来 股票的供给 第一次超过了需求 而这可能会是 股市彻底转向的预警信号 可能有些看官 对于去股权化还不熟悉 MetroDunio先给各位 解释一下 去股权化的概念 要想了解 什么是去股权化 咱们得先知道 什么是股权化 股权化顾名思义 就是将公司的股权 进行证券化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进行对外的融资 IPO就是一个 典型的股权化过程 而去股权化 则刚好相反 说的是 一部分处于成熟期的 上市公司 在业务稳定 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 选择通过股票回购等形式 逐渐减少公司股份的数量 这样做的好处 显而易见 同样的盈利水平下 越少的股份 代表了越高的美股收益 通常股价也会随之上涨 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 去股权化 也广受投资者的欢迎 我们二熟能详的蓝筹公司 几乎都会大量回购 自家的股票 市场有观点认为 正是长期的去股权化 推动了08年金融危机后 十年大牛市 在过去十年中 回购的公司股份数量 远多于每年发行的新股数量 这造成了股票需求 多于供给的游离局面 但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次出现了 发行新股数量 超过被回购注销股票数量的现象 彭博社认为 这可能是股市转向的信号 并给出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首先是回购端出现了变化 去年的新冠疫情 对很多公司的经营 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公司财务的健康 很多公司被迫减少 回购股票的数量 另一方面 去年股价的大幅上涨 又诱使许多公司 一窝蜂地进行融资 特别是SPAC公司的井喷 进一步地诱发了 股票发行量的激增 历史上 每当股票供给量 大幅增加时 都是市场开始 sell off的信号 因为单从供需关系的角度来讲 供给面的大幅提升 往往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在股市中 股票扎堆上市 往往意味着 投资者情绪高涨 导致股市过热见顶 随之而来的是 股市回报率的降低 一直出现回调 不过市场上 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分析师认为 这一次 有可能会是不同的局面 首先 这次美联储承诺 将维持低利率 再加上政府出台的 大量刺激方案 这些都给股价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另外 企业的盈利 再大幅提升 这也体现在 本次财报中 由创纪录的公司 击败了市场预期 从财报表现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回购正在慢慢的恢复 在目前的统计中 本季度披露的回购金额 已经达到了339个Billion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8% 最后 是过低的利率 迫使大量债券类等 低风险投资者 被迫进入股市 寻求高收益率 这也增加了股票的需求 美投军之前的视频中 也提到过 过去5个月 资金流入股市的数量 超过了之前12年流入的总和 因此 去股全化的趋势 到底是暂时终结 还是长期反转 需要更长的时间 来进行验证 美投军认为 随着公司盈利的逐步改善 每股上市公司 每年依然会回购 相当进额的股票 甚至可能会超过 疫情前的回购水平 并且 现在的市场环境 已经金飞西比 历史上 我们也从未见过 像今天这样低的利率水平 以及美联储 如此广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 单纯拿历史经验来预测未来 并不一定能够适用 但我们投资者 也要警惕 不断出现的股市预警信号 做好投资组合的分散化 和风险管理 不要盲目的最高股市 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二条新闻 巴菲特股东大会 要点总结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 投资界最受人瞩目的大事 莫过于伯克希尔哈萨维 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了 每次在股东大会上 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投资者们 都能有机会 一起来聆听 巴菲特和芒格 这两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 分享自己的投资感悟 以及对于热点事件的看法 今年是连续第二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 改为线上直播 但是一样有非常多的干货 接下来美特军就给各位看官 归纳总结一下 今年股东会的一些要点 首先是对于股市的看法 巴菲特再次重申了 他一贯的观点 投资者应该做简单的投资 把大部分的资金 投入到标普500的指数中 甚至认为 这么做会优于投资 自己的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维 这倒不是因为 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而是因为他的 另一个观点 最成功的公司 是在永远不停变化的 1989年 全世界市值前20的公司 实至今日 已经没有任何一家 可以继续排进这个网单 所以同样展望未来 目前市值最大的公司 可不可以继续保持辉煌 也是个未知数 因此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投资指数 通过自动的优胜劣汰 来帮助投资者 完成持仓的转换 另外 不少投资者注意到 去年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 部分苹果股票的持仓被卖出 对此 巴菲特认为 卖出可能是一个错误 并继续看好苹果公司 比起对于股市 整体的乐观 巴菲特和芒格 对于火热的题材类投资 比如比特币和SPAC 则表达了谨慎和保守的观点 首先 巴菲特并不喜欢SPAC这种模式 所以他自己也肯定不会搞SPAC 因为通常SPAC公司 需要在两年内 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而这对于巴菲特这样 由耐心且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来说 设定固定的投资期限 往往意味着 找不到符合心意的目标 用巴菲特自己的话说 就是除非你把枪 敌我脑门上 否则我不会强迫自己 在两年内 选出一家投资标的的 此外 对于同样火热 且涨幅巨大的比特币 芒格也表达了相当负面的观点 他认为 比特币的高波动性 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 最重要的是 比特币缺乏监管 没有任何作为货币的价值 还经常被不法人士所利用 因此 他并不看好 比特币的长期投资价值 对于宏观经济 两位投资人的观点 主要集中在利率上 他们认为 去年以来的货币政策 使利率始终保持在历史低位 这对于经济复苏来说 是非常有效的 并且他们也认可 当前政策的可行性 同时 他们认为 未来的通胀 很可能会大幅上涨 并暗示了 目前历史低位的利率 也会随之上涨 这使得一些高估值的股票 可能迎来巨大的下跌风险 总的来说 巴菲特和芒格 这两位传奇投资人 依旧保持着自己 一贯的投资风格 他们也长期看好 美股的投资价值 但多年的投资经验 使他们本能的 对风险格外的关注 也会远离一些 有明显泡沫的资产 美股军自己 是又一次的 从两位老爷子身上 学到了不少 他们的很多观点 也与我们之前的视频中的分析 不谋而合 想了解更多 长期投资策略的看官 欢迎观看 我在主频道的最新视频 从新手到高手 ETF策略 进阶全攻略 第三 ARK以及Elliot基金 大举抄底 Twitter 上周 Twitter公布了 21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结果并没有让市场非常满意 在周五下跌了15%的基础上 今日股价再次下跌 与此同时 已经有机构 看上了此次下跌的机会 开始布局进行抄底 其中就有我们散户 非常熟悉的ARK基金 以及知名对冲基金 Elliot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Twitter的财报 看看到底是什么 让市场如此的失望 Twitter本季度的EPS 为0.16美元每股 超过了市场预期的 0.14美元每股 营收为1.04个Billion 略微超过了市场预期的 1.03个Billion 同比增长了28.8% 而作为一个社交平台 最重要的指标 每日活跃人数 本季度达到199个Million 不及市场预期的200个Million 另外 下一季度的营收展望为 989个Million 值1.08个Billion 也是将将达到 预期的1.05个Billion 之所以投资者 对于这份财报 如此的失望 是因为Twitter的 广告收入增长 以及增长的预期 不尽如任意 而在广告上的竞争者 Google和Facebook 都公布了 远超预期的业绩 和未来指引 这就意味着 Twitter不但没有 乘上广告业复苏的风口 而且还被同行 打得根本抬不起头 投资者也因此 对Twitter大势所望 股价的大幅度下跌 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 布局抄底的机构 也有自己的逻辑 首先 Twitter平台的用户 依然保持着增长 可预测性很强 对比过去的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 Twitter的用户和营收 大致保持在了 20%左右的增长 并没有出现停止 或者下跌的情况 而且财报数据 和市场预期 基本吻合 所以说 基本面依旧稳固 是机构 愿意抄底的原因之一 第二 是Twitter的估值 相对合理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目前的Twitter估值 仅仅高于相对成熟的Facebook 并且只有Snap的1分之1 Pinterest的70% 经过这一对比 可以猜测 机构抄底的逻辑 很可能是因为 打跌后 Twitter还比较合理的估值 不过 从这里可以看出 目前Twitter的地位 也非常的尴尬 在营收增长上 Twitter远远不及 Snap和Pinterest 60%以上的增速 因而对于哪些 追求潜力和增长的 投资者来说 Twitter并没有优势 而在确定性和低估程度上 Twitter又远不及 行业老大Facebook 对于想要布局 社交股的价值投资者来说 Facebook显然是 更好的选择 Twitter夹在中间 里外不是人 另外 Twitter也面临着 和Facebook 类似的问题 他们也牵涉进了 一系列复杂的 政治议题中 这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目前我们还很难评估 因此 现在是否要抄木头姐的作业 抄底Twitter 各位看官 还是要谨慎思考 最后 按照周一的管理 美特军给各位看官 准备了本周的重点关注 财报季 依旧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周二 辉瑞公司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周三是 PayPal Uber等科技公司亮相 周四是 Square和Roku 这两家热门公司压阵 宏观数据方面 周三盘前 将会公布4月PMI数据 周五盘前 将会有4月非农就业人口 以及失业率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普遍预计 美国4月就业人口 将再次强劲增长 然而大家也不要有过高的期待 即便大幅增长 很大可能 仍将比疫情前 减少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经济仍将缓慢地恢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最后如果各位看官喜欢 希望你们留下你们的评论和点赞 谢谢各位 咱们周三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